大家好,我是Cynth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第六小节课程 缓存配置已使用上,站点及view缓存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介绍 通过前面五个小节的课程Jungle缓存优化的所有缓存类型就已经介绍完 Jungle内建的缓存后端有memcached,database,filesystem,andlockmemory,anddamage 同时Jungle还支持自定义的缓存后端 进入第六小节,我们将从整体上介绍缓存配置的使用 并详细讲解Jungle不同力度的缓存使用方法 在第六小节上部分,我们会先介绍cached配置参数 然后讲解站点缓存,view缓存,以及这两个缓存的操作演示 下面我们进入cached配置参数的概述 cached字典的配置格式如下 在之前的课程已经讲解过很多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这里是一个可配置的缓存后端列表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都已经讲解过了 对于每一个缓存后端都是可以设置附加参数的控制缓存行为 可配置的参数有以下几项 第一是timeout,缓存的过期时间 未设置默认就为300秒,5分钟 然后是options,不同的后端可选配置是不一样的 key prefix,缓存key的权罪 version,默认缓存keys的version key function,生成最终缓存keys的环速路径 如果为设置的话就是我们默认的make key函数 我们之前也讲解过 这里我再讲解一下options中的一个culling culling策略参数 我们在讲解lock memory Biosystem和database的时候都已经讲解过 这里再预训一下 max entries 在我们删除旧数据之前 允许在缓存中存放的最大数量 默认是300个 然后cull frequency 当缓存数目达到max entries的时候 就会删除部分缓存 删除率为cull frequency分之1 所以如果当cull frequency等于2的时候 当达到max entries的时候 就会先删除一半数据 默认值默认的cull frequency是3 这里是一个caches字典的配置适例 注意当配置了无效参数的时候 是会忽略的不会影响整个项目 下面我们进入缓存使用分类的相关内容介绍 按照缓存使用力度分类如下 暂点缓存这个是最简单的缓存 也是最大的缓存 基于整个暂点 然后是基于view的缓存 你可以根据需要缓存 你觉得需要缓存的view层 然后就是template这片段缓存 最后一个是最细腻度的底存缓存API 可以根据任意需求缓存 任意的变量啊 list啊object啊等等 暂点缓存是最简单的缓存方法 只需要在我们的medal medalwareclasses中加入update和fetch 两个中间键即可 其中update这一个中间键 必须放在这一个classes的最前面 而我们的fetch这个中间键必须放在最后 配置好中间键呢 以后呢我们还需要配置相关的参数 anniers用于存储缓存别名 seconds是每个页面的缓存时间 先讲解一下anniers 它默认呢是会使用default的缓存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其他缓存呢 那就要设置一下 然后是我们的那个缓存的时间 默认是600秒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 k prefix 如果缓存被多个多个使用 相同jango安装的站点共享 那配置时参数呢可以为站点名称 或者是其他能够代表站点的唯一字符串 这样子呢我们可以防止冲突 那如果说你没有共享也不在意呢 这里就可以扭空 下面我们对这两个中间键进行一个说明 首先是fetch from cache made well 这一个中间键呢 它会缓存get和head200状态的responses 而且这些request和response header必须是允许的 同一个urlrequest不同的查询参数 它的response也是会被作为不同的page 分别缓存 这个中间键 期待用就相同response headers的get request的response进行响应 这样呢它就可以用缓存的get response 响应head的request 可以节约 对updatecache made well这个中间键 它呢会在每一个httpresponse中自动设置一些headers 对一个页面的新版本未被缓存过的请求呢 我们设置 它会设置last modified header为当前日期的时间 时间 然后设置expers的headers为当前日期时间 加上定义的cache made well seconds 而且它还会设置cache counter header的max edge指令为cache made well seconds 那一个页面的max edge呢 设置缓存的内容将在多少秒以后失效 特殊情况下呢如果view设置了自己的cache过去时间 如设置了cache counter的max edge 那则页面的缓存过去时间会以view的过去时间为准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间键的信息呢 请查看中间键的相关章节 下面我们进入view缓存讲解 要实现view缓存 我们只需要调用cache page装饰器即可 Jungle.views.decorators.cache.cache page 这个函数 它会自动缓存view的response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这里是一个司令 对于view缓存呢它有如下特点 如果多个url指向同一个view 会被分别缓存 第一个参数是缓存的timeout时间 另外呢还有两个参数 这是可选的cache可指定缓存 如果不指定呢我们就会使用default缓存 然后是key prefix 功能以cache madeware key prefix一样 会以caches中的key prefix进行串联 生成我们的key 除了在view方法上使用cache page装饰器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在url conf中使用 这里是一个司令 下面我们进入演示阶段 这是我们的演示环境说明 首先呢是第一部分呢就是站点缓存的演示配置 首先是编辑我们的settings文件 配置好缓存后端 本次演示使用的是redis作为缓存 然后呢是配置我们的medwareclasses 首先呢是将update这个中间键放在medwareclasses 这一个室主的前面 然后呢最后是把这个fetch这个中间键放在最后 配置好我们的缓存中间键以后呢 还可以配置我们需要配置的参数 这里呢这个实力键上我们将我们的 seconds 配为3600秒 然后我们的key prefix设置为setcache 然后这样呢在我们以后生成的那一个key 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setcache 在里面作为一个标志 配置好呢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 这里因为已经配置好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保存直接退出 然后呢我们启动我们的站点 站点启动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 访问我们的这一个网站 那可以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呢我们也是可以访问成功的 可以进行一个点击 下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radius的内容 这里面呢要推出一下要指定一下你的那个 主方的数据库的一个id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cache 缓存里面已经有了两个page都有 因为我刚刚已经点过两个page了 所以呢这里就会看到两个page的内容都在里面 那它会返存header还有我们的那个page 这个setcache就是我刚刚设置的那个缓存的那个prefix 它已经被这种加到这里面了 那下面呢我们尝试一下修改我们的那个缓存 那个站点尝试修改一下我们的代码 那因为缓存它是有一个过期时间的在缓存没有过期之前呢 那我们访问数据都是不会得到更新的 下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那我们先退出这里 先进我们的dashboard的目录 然后进template 这里呢有index.html和index.html 我们修改index.html 好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menu了 那我们现在尝试把这个test删除 进行一个保存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对我们的页面进行尝试访问 大家可以看到test也就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实力演示的第二部分 缓存配置演示 那当然首先还是要配置好缓存后端 然后才可以通过我们的catch page进行缓存 那因为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那个view缓存的一个分支 先把这个 修改进行一个抛弃 我们现在切换到我们的meu缓存的分支 那已经切换过来了 那我们先还是看一下我们的settings的配置 同样的就是用那个redis作为缓存后端 然后进入我们的pages dashboardviews dashboardviews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里面呢 将index1 这里呢 就作为了做了一个缓存 那缓存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catch page 就装饰器放到我们的那个view函数的前面 然后呢之前我还讲过我们可以通过urrconf做 对view做一个缓存是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urr面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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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view做一个缓存 那这里我就是对dashboard page2也做了一个一个缓存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那个站点 然后查看效果 在那个 sorry 在访问我们的站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检查一下我们是否有缓存 那好那如果他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先清空 好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浏览器 那我们可以尝试重新开一下 这样子可以看得 对我们的效果看得更明显 OK 那现在因为我访问了第一个index dashboard1 那他就应该已经有缓存了 那他就应该已经有缓存了 接下来我们再尝试对index2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缓存结果 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index2也已经被缓存了 那我们的view缓存配置的颜色就到这里 今天的那个课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下一小节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